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脑子里有很多的想法 一刻都停不下来 很想按个四维的暂停键 让自己休息一下 但怎么都做不到 随便看到什么都会浮想连篇 从一朵花 想到爱情 想到生命 想到隔壁的蛋饼店 忍不住想要区分真心与虚假 但越想越分不清楚 常常觉得孤单 别人都不理解自己 情绪起伏很大 常常莫名地开心 又说不清为什么坠入情绪的谷底 或者常常听到别人对自己说 你就是太复杂了 简单一点多好 别想太多 睡一觉就好了 你就是太多愁善感了 别想了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想明白的 如果以上这些你都有 那么你可能是妥妥地想太多 想多了愿望变成了欲望 想久了苦苦地折磨自己 有的人一辈子总想着出人头地 享受富贵荣华 一只幻想有人爱你如命 疼你入骨 却总是无法如愿 因为能力赶不上现实 后来就只能带着欲望走下去 陷入了迷茫 最后连心都找不到了 人啊 别总是想太多 心灵装得太满 现实就没有了落脚的地方 生活中 太多的委屈 太多的不愉快 大多都是自讨苦吃 想太多 心会很累 即便你不做事 也会去喘吁吁 一 想太多 是一种心病 明明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非要耿耿于怀 而无能为力的事 又一直念念不忘 明明得到的不少 却总是不满足 而失去的 却总是不甘心 想得太多 往往于事无补 又害健康 而且会成了心病 却无药可救 生活中 很多人都有空闲的时间胡思乱想 但是过多的 无意义的思虑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半点好处 只会不断消耗我们的内在能量 如果自己不注意调节 会慢慢的吞噬我们的灵魂和身体 其实生活本来还很美好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想得太多 顾虑太多 才会导致对生活的不满意 在某件事上钻牛角尖 在某句话上耿耿于怀 在得失上斤斤计较 这样的生活 注定你会永远活在阴暗的角落里 看不见阳光 颓废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抱怨生活苦 埋怨生活累 实际上就是自己想得太多 要得太多 求得太多 心太累 这个想要 那个也想要 贪心总是不足 即便好日子也过成了苦日子 其实 生活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但是你越想 心会越乱 心情会越糟糕 心累的时候 明明已经筋疲力尽了 躺在床上却还是睡不着 白天 总是思来想去 自己也摸不着头脑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 心情总是很浮躁 感觉哪里都不对劲 想太多就成为了心灵的负担 挥之不去 长期沉浸在思想的世界里 离现实越来越远 忧伤过去的遗憾 担忧未来的迷茫 迷失在当下的路上 其实 很多事 想开了就不会为难自己了 想透了就能坦然面对了 不想了也就没那么多烦恼的事了 二 想太多会让人难以自拔 所有的无事生非皆是因为心乱 欲望都是想出来的 越想要越得不到 然后陷入难以自拔的漩涡 梦不能做得太深 深了难以自拔 事不能想得太多 多了难以清醒 心不能太执着 直升了会很痛苦 人生要摆正心态平时生活 凡事尽心尽力而为 不要执着要一个结果 感情要顺其自然 爱你的人 今生会为你停留 并且不离不弃 财富靠自己的创造 抱怨也没有用 还不如默默努力 效对生活 面对当下拥有的一切 如果还会心有不满 你应该告诉自己 车是带步的 能够走快点就够了 不一定需要豪车 大不了坐公交车 房子是遮风挡雨的 团圆温馨就好 不一定需要很豪华 一个没有温度的家 再大也毫无意义 任何岗位都可以干出优秀 不一定要干高达上的工作 脚踏实地 人生一定会很好 人的一生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想太多 会让你陷入 自己想象的压力中 小事变大了 大事则压在心中 成了疙瘩 越是想 人的精神 越会崩溃 生活会很疲惫 你越是想太多 你的忌妒 你的羡慕 你的不甘 你的一切欲望 就开始慢慢地 侵占你的思想 逐渐让你迷恋于想象 而忘了现实的美好 三 做人很难 何必想太多 人 一辈子 总是在忙碌着 奔波着 无论多苦 多心快 事还是没做完 一辈子 都在省着 攒着 储存着 无论多省 钱 还是没存够 一辈子都在让着 忍着 谦虚着 无论多真诚 最后还是得罪了很多人 我觉得 如果上天赐予 你想太多的特质 学会适应 接受 与他共处 是最好的方式 但 如果你常常觉得疲惫 想要自己休息一下 就像我曾在网络上 看到的一句话 说 我的大脑 就像是高速公路 我想让公路上的车 跑得慢一些 如果大脑有插销就好了 我可以拔掉插销 让自己休息一下 世界很大 人心很小 真的没必要 把一些事情 看得那么重要 想太多 好累 要太多 很难 求太多 好苦 太在意 把什么都放在心里 放不开 什么都不想放弃 总是瞎琢磨 没事就乱想 胡思乱想 除了耗费时间和精力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白天 白天想太多 影响工作 夜晚想太多 辗转难眠 吃饭想太多 食难下宴 睡觉想太多 噩梦不断 人生 人生 原本就有太多的无奈 活着 不要胡思乱想 累了 就别死成硬扛 给自己找罪手 活得身心疲惫 何苦呢 包容自己吧 别再胡思乱想 好好爱自己吧 别再痛苦纠缠 心就那么大 人生就那么短 烦恼多了 痛苦就多了 想多了 事就多了 现实就不美丽了 生活中 遇到事情 一件一件去做 都能够解决 实现梦想 一步一步去走 就能够接近 活在当下 活得务实 才是正经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期待 你的留言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